这些人所主张的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毫无应变能力 这么一种僵化的统治模式 它不再改变 它的统治模式没有任何活力 是吧 非常僵化 那么因此这种主张 那么很明显 它就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这种要求 或者我们讲是不合时宜 这种顽固反对实现 专业立宪的这种主张 那么就连主张中央集权的这个宰丰 也是非常的不满意 也是不以为然 那么这个宰丰就讲 说这个陕甘总督生云 提出来的要终止立宪的进程 对这个主张 宰丰是表示殊不可解 不可理解 那就批评这个生云是违反潮流 那么也是说这些主张 这些反对实现 这种立宪的这些官员 是吧 他们主观上希望 最大限度的 来维护传统的这种封建统治 来维护这个封建的专制统治 是吧 那么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什么呢 是封建专制统治 汇集计议的一种表现 是吧 不能够正视自己存在什么问题 存在什么弊端 不能够采取一个积极的办法 去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这些人尽管主观上 希望最大限度的维护 封建的统治 但是实际上 充当了封建专制制度 它的一个绝目人的一个角色 使它更快的腐败下去 使这个专制制度 那么最后归于灭亡 这是顽固反对实行 君主立宪的 这些官员的 它的主张的一个作用 那么主张 肃行君主立宪论的这些人 他们在哲学观方面 或者在历史哲学观方面 他们承认什么呢 承认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就是我们讲的穷变通久 讲的就是什么呢 是变异观 就是什么呢 社会历史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那么这种思想 具体到清政府的预本立宪的实践当中 就表现为什么呢 他们极其的希望清政府 能够尽快的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来提高国家的 或者是统治阶级的这种适应能力 那么如果清政府 能够按照这个 肃行君主立宪论的做法 这种主张 加快预备立宪 这种步伐 能够按照这种思路去发展下去 那么或者可以稍微的缓和一下 国内的阶级矛盾 那么至少它可以缓和呢 从在野的立宪派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个对于清政府 这个统治是有好处的 那么但是呢 问题又来了 问题在哪呢 它按照苏五行君主立宪论的主张 很快实现君主立宪 那么这种急剧的高层次的 这种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 是吧 那就使得清政府又产生了一种 这个担忧 担忧什么呢 担忧这个形势发展太快了 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政局 最后权力 可能从清朝皇帝手里转移到 这个宗帝大臣手里边 转移到地方都府手里边 那么这样这个这个清朝统治者呀 那么对于这个肃行君主立宪论者 那么他这个主张呢 那么又产生了一种担忧 那么这是肃行君主立宪论者 而这个缓行君主立宪论者 他们呢是介乎于 肃行和完全反对君主立宪论 这两者之间 一个是主张要快 一个是说根本就不要进行这个君主立宪 那么缓行君主立宪论者呢 是介乎于这二者之间 那么这个缓行君主立宪论者 那么他们在政治实践当中 就表现为一种什么呢 编辑平衡改革论者 编辑平衡改革论 那么所谓编辑平衡改革论 是什么思想的 什么意思呢 那么他们是这样想 他们是希望能够在保持 统治阶级的这种权益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保持住 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既得权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尽可能多的 更大限度的 满足其他社会集团的 这种政治要求 那么从而获得呢 政治上的一种平衡和稳定 来增强 统治基地的政治统治的 这种弹性和适应性 就是一方面 最大限度的 继续保持 原有统治者的这种既得利益 那么同时呢 又要满足其他社会集团的 这种政治要求 来达到是吧 上下之间的 这么一种平衡 一种满足 是吧 提高他这统治的一种弹性 和适应能力 那么也就是说 他希望以传统的社会制度 最大限度的去适应 去融合新的时代因素 也就是说 在既维持 君主国体 又收 君主立宪政体 这个两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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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况之下 既有 维持 君主国体的 啊 这种好处 又可以得到 君主立宪政体 这个 这个支用 在这个狭隘的夹缝当中 寻求中外之间的这种 外适应和内和谐 适应 外部的这种 发展形式 使中国社会内部的 新旧之间 互相融通 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状态 那么缓行君主立宪论者 啊 他们的主张呢 符合清朝统治阶级 既无力维持 但是又要 极力维持他的政治统治 既不得不改变政体 那么又担心改革政体 会使大权旁落的 这么一种矛盾的心态 反映他意思是什么 既要改革 又担心会失去政权 是吧 那么既无力于维持他的政权 是吧 又要极力维持他的政权的 这么一种非常矛盾的一种心态 那么缓行君主立宪论者 他在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那么在很多关键的时候 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使清政府 避免了一个问题 避免什么问题呢 就是避免了清政府在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使清朝皇帝的权力转移到一两个 是吧 全臣手里面 避免了这个问题 也说使清皇朝避免了这么一个危机 那么但是问题 又出来了 又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他同时也遏止了清政府 进行有效的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防御了君主立宪运动的顺利发展 那么这样呢 在政治上就导致了 清政府迅速的丧失了更多的人心 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 他们这个预备立宪呢 速度很慢 没有达到很多人政治上的一些要求 在政治上失去人心 那么这个一个图书的例子 就是当时的海内外的立宪派 在野的立宪派 一开始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 抱有很大热情 对他们进行称赞 那么但是后来发现清政府 在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速度很慢 进行敷衍 那么因此这些海外立宪派 包括国内在野的立宪派 那么对清政府 由这个热情称赞到失望 他们就开始表示不满 那么他们就大骂清廷 所以清政府呢 是政界反动复反动 结束月之改革 迄今仍是本来面目 所以政府太反动了 搞了几个月改革 还是没有改 还是原样子 反动复反动 结束月之改革 迄今仍是本来面目 在野的立宪派和清政府之间 在政治上 几乎到了一种 分到扬镳的这么一种地步 大家要分手了 那么这是这个 当时这个缓行郡主立宪论者 是吧 他提出来要缓行 那么对于清政府 是吧 防止权力 转移到一两个大臣手里边 那么这是有好处的 但是在政治上失去了人心 至少使得在野的立宪派 对清政府丧失了信心 那么这是使得 很多在野的立宪派 在辛亥革命之后 很快转向了革命 那么这个和在野立宪派 对于清政府在政治上 失去了信心 有着直接关系 那么清朝统治基金内部的 这个君主立宪论 就他的客观结果而言 是这么两个 首先呢 他是使得君主立宪论 从原来不可容忍的 一端邪说 转变成可以公开议论的 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他使得清政府 决定要仿心宪派了 就前面我们讲了 以这个善于的形式 把这个实行宪政 作为一种国策 确定下来了 那么关于这一点 以前我们讲过了 我们在这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第二个 第二点 就是这个君主立宪论 同志基金内部的君主立宪论 那么它使更多的中国人 从封建专制思想的这种 智库当中解放出来了 对于人们这个思想 这个解放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稍稍的做一些论述 那么如果我们从中国近代的反清革命史的角度 来认识清政府的预备立宪 是吧 来看待清政府的内部的这种不同的君主立宪的主张 我们可以把它 我们可以把它斥责为 是假此名义 假此名义 以巩固其万年无道之机 这是革命派对清政府的一种批评 是借这么一个名义 来巩固清政府的万年无道之机 那么但是我们如果从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 或者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史方面来看 那么清政府这个预备立宪 还是有它可以肯定的地方 因为什么呢 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新的内容 新的东西 那么清政府一旦宣布 或者标榜要实行君主立宪 那么这样 清政府在做出了每一个预备立宪的这个举动之后 都难以再倒退回去 他一旦标榜说我要实行立宪了 我要做某些事情了 就很难再完全倒退回去 那时候清政府 他在做出了每一个不情愿的立宪的步伐之后 都不能够完全的违背历史潮流 再倒退回去 这个事情就像这个缓行君主立宪论者所讲的 那主张缓行君主立宪论的人 他就讲 说 人情异动 则静之时难 这个人 他的政治热情一旦被激发起来了 是吧 他一旦行动起来了 你要想让他安静下来 那么就很困难了 叫做人情异动 则静之时难 民智已开则愚之无数 这人们一旦觉悟了 是吧 有了这种自由啊 什么平等思想 有了宪政思想 正是觉悟提高 你再想对他进行愚弄 对他进行欺骗 那么这就不容易了 那么我们讲 几千年以来 是吧 人们一直认为这个封建专制制度 是天经地义的 是至善尽美的 那么这种封建专制制度 到了近代 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 和立宪派的这种不同程度的否定 是吧 这个对于中国人民来讲 那么当然是一种思想教育 那么但是呢 封建统制制度自己在这个时候 也承认封建专制制度 是不完美的 是需要进行改良的 那么就这点而言 他对于中国人民的这种影响和教育 很明显就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因为什么呢 是统制制度自己也在讲 也承认封建专制制度 不是尽善尽美的 那么这个呢 对于中国人民呢 也是一种很深刻的教育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 那么清政府内部的这种 君主立宪的主张 以及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活动 我们不能够把它不加分析的 完全加以否定 把它完全成为一种骗局 就是说清政府实行的君主立宪 一开始是作为一种 寻求一种新的统治方法来出现的 不是一开始就是要欺骗 而且清政府这个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有很多做法 那么对于中国人民 它是一种思想解放 某种程度的一种思想解放 因此对于它呢 不能够完全否定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思想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要讲一个思想 什么思想呢 就是如果说这个事物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问题 我们会发现呢 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各种不同的 君主立宪论主张 以及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 又确确实实存在着很多不足 存在着很多局限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我想讲这么几个内容 那么首先一点 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不同的君主立宪论 他们都受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都受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 都受到了他们本阶级的一种局限 他的主张本来就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 在受到自己的是吧 这种阶级的局限 历史的局限 知识的局限 人品的局限 还有很多局限 使得他们这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这种主张 就表现得更为扭曲 更加变态 甚至是面目皆非 就说他们的君主立宪论主张 那么很多时候会表现出一种突出的一种保守局限性 甚至具有非常明显的一种落后性或者反动性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其次 那么从亲政府这个预备立宪的一些具体的举措方面来看 具体的一些主张 具体的一些措施方面来看 也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些政治上的倒退行为 存在于是倒退行为 那么这种倒退行为是什么呢 就是从亲政府最初 从空谈 从理论上议论 实现君主立宪 那么到具体的实践的时候 亲政府最高统治者发现了 发现什么呢 亲政府如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进行这高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 裁设军机处 实力责任内阁 那么对于皇权是有大大的影响 非常不利 那么因此亲政府在这个中央官制改革的时候 就是1906年官制改革的时候 他没有按照这个统治集团内部 肃权君主立宪论的主张 设立责任内阁 才是军机处 而主张什么呢 军机处一切规制 着照就行 军机处不改 这个官制改革 仅仅是对中央各个部院的 这个名称叫什么名字 做些改革 这个各个部院的这个前后次去 做些改革 没有做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那么因此当时 统治集团内部 有一个人 他比较了解亲政府的内幕 他的讲 说到了这个1907年 亲政府真的要改革的时候 亲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对于改型君主立宪问题 已经是内意已变 亲政府内部 他的思想意识 主张已经发生了变化 叫做内意已变 光绪皇帝 慈禧太后 这个意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倒退 倒退回去了 上一大回 那么特别是 1908年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了 载风设政 那么反风设政之后 这种敷衍的专制的色彩 那么更加浓厚了 载风设政之后 他在政治上的一些举措 特别是后来搞了一个皇宗内阁 那么这种搞皇宗内阁 浮衍这个立宪 是吧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 说亲政府 这个统治阶级在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他是搞了一场政治骗局 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又有他的合理性 因此我们怎么样评价亲政府的预备立宪 应该从两个方面做一些客观的分析 说他完全是一场骗局 甚至说他一开始就是骗局 那么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说他完全不是 是吧 他没有骗局 也不完全是这样 就是亲政府在政治 在这个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他的这个政治态度 是发生过一个动态的变化的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